比较古怪 为什么你要带他来 有点像怕我空的睡 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可以跟老师和朋友睡在一起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们睡在一起 因为我们要毕业了 六岁娃这天不回家 参加专属于他们的毕业成长营 有人满心期待 也有人不知所措 当然多少人都会担心 因为他们第一次没有跟爸爸妈妈一起睡 晚上不懂他们睡得着 会不会去骚扰别的小孩 或者是老师这样子 不太好 看他很高兴这样子应该是OK 除了要学会独立生活 这也是一趟艰苦之辅之旅 我们看到他 他的屋子好小可是破坡的 他的厨房也是很小 我感恩我的爸爸妈妈 然后给我和美的房间住 我觉得我很幸福 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也有很多东西 夜幕低垂时 孩子们轮流打电话回家报平安 向家的心情即刻宣泄 妈妈放心 我的娶娶会自己照顾自己 你好棒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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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冬至长男人 你尝尝好吗 我妈妈 你帮你尝尝好吗 你帮你尝尝好吗 但是妈妈今天是可以介绍你 我肥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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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脱离父母羽衣的保护 一点冷风为雨 都是孩子生命成长过程中 激发茁壮的养分 在北京有一场天然有积极健康营养大会